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 加拿大政府專門為香港人而設的救生艇計劃申請細節 話說從今天開始 專門為青年人才而設的工作簽證 就開放申請 而加拿大政府也提供了更多詳情 在年齡限制方面 申請人必須要年滿18歲或以上 但是就不設年齡上限 故此即使你是中年人士也好 其實都有機會可以申請到這個工作簽證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我們一起去看看 到底那個基本的申請資格是怎樣的 申請人就必須 要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或者是BNO護照 此外工作簽證的最長有效期就是三年 如果本護照還有六個月就到期的話 只能夠獲批六個月的工作簽證 所以加拿大政府就提醒 如果要最大限度延長這個工作簽證的期限 申請人就必須要確保 在工作簽證批給那天算起 本護照最少要三年有效 所以我也建議 如果那些是有心 要申請這個加拿大工作簽證的人士 麻煩 好拿一本護照出來看清楚 如果都是 慢慢緊的 趕快去換個本 下幾個月而已 不知在 如果要申請這個簽證 除此之外 學歷要求方面又怎樣 其實這就是唯一的要求 第一 申請工作簽證之前 畢業時間不超過五年 第二 必須要來自加拿大 或者是國外指定專上學院的學位 如果沒有學位都可以 就是至少兩年制的 文憑課程畢業 這裏其實是有些吊詭的 因為你說五年時間 多數來說都是針對青年人 剛剛大學畢業的人士 那就合了河車 又或者他純粹副學士畢業 可以嗎 副學士都可以 碩士都可以 博士都可以 不只是說本科生畢業 至於說兩年制的文憑課程 其實就放到很寬 即是說高級文憑 Ivy那些都可以 當然如果在加拿大境外 考取到你的學位或者文憑的話 必須要提交給加拿大指定的 學術機構來進行評估 所以大家申請之前 就可以先去評估一下 究竟你的學位是行不行 其實如果一般來說 在本地大學畢業那些不用評估 你按照申請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認為自己的院校 可能的認售性不是那麼高 或者我自己的章 連高級文憑都不是 你就可以嘗試去找那些指定機構 來評估一下 那些就是收費的 要收回千多港幣 所以你真是有心去申請這個工作簽證 那才去做這些評估 好了 至於說到有些中年人士 因為有些益友都問到 中年人士的話 我早就已經畢業了 都不是五年時間 但是又想申請 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都不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那我就有一個辦法 是可以分享給那些 已經擁有大學學位的中年人 那一定要有個大學學位 如果沒有都很難搞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個大學學位 你是在職人士 就算了 你其實就可以去報考一個 一年制的售課式 碩士班 即是那些 Tod Master 要全時間的 要確保得到一年時間 就畢業了 因為 這個 加拿大工作簽證的計劃 其實就有一個日落條款 他就規定了 必須要在2023年 2月7日之前提交申請 換言之一定要在這日之前 畢業才是符合得到的要求 所以一年制的Tod Master班 就完成了 當然就一定要在今年9月入學 所以你才說得及 在這個日子之前 是畢業的 至於說那些本身沒有大學學位的人士 其實就比較窄勢 因為你很難直接去報石士班 第一 第二就是如果你去報那些文憑課程 要兩年制的時間 就算你今天報名 今天就讀也趕不及 2、3年2月7日 所以那些就不要白費心機了 反而如果你本身是大學畢業的 你又想去的 你試一下報讀這個 一年制的石士課程 當然你最好報讀之前 就要問清楚 加拿大領事館 是不是 這個Master Degree 是不需要 要受到兩年的限制 因為照字面看 那兩年的課程要求 只是局限在 Deploma 即是文憑 Degree 就沒有說到兩年的 所以一定要問清楚 加拿大領事館 如果人家的額頭都說 一年制的石士班都可以申請這個工作簽證 那你就去報名 因為始終讀那些一年制的石士班 其實都很貴 那些學費 也要六位數字 十幾萬 所以大家一定要問清楚 我只不過是作為一個善意的分享 至於說那些年輕人 剛剛大學畢業的 也不用想了 一定去申請 我都建議去申請 因為 三年工作簽證就可以鋪路永居 為什麼會不去呢 是不是 尤其是有些剛剛畢業 20歲 21歲的 抵到懶了 三年之後 如果去到都是 搞不定的 要回頭的都是23 是不是 但是如果搞得定的 找到一份穩定的職業 到時候你又拿了永居 又可以申請家人過去定居 所以這個工作簽證計劃 是抵到難 是很順 尤其是對於那些年輕人來說 因為你不需要放棄太多的東西 基本上沒有什麼需要放棄 除了可能你剛拍拖 有個男女朋友之外 沒有其他東西要放棄 沒有其他東西要想 這個狀態就最好的 沒有什麼牽掛 起碼就是 你說給了一個中年人 可能他做到中層職位 他未必捨得放棄那份薪 因為他過去可能未必賺到那麼多錢 但是年輕人 一本上沒有東西輸 真是 是很划算的 我真的三番四次強調 這件事情 不申請就笨了 而且只有兩年時間 你又不要掛人家只有兩年時間 為什麼會有一個日落條款 因為加拿大當局他都會有自身的移民政策的考慮 他現在好話不好聽叫做挨義氣 老實說他為什麼會開放給香港人 因為他作為五眼聯盟其中一份子 他就幫英國來填補漏洞 BNO5加1簽證裏面 可能有部份人涵蓋不了 他就盡量涵蓋 所以沒辦法掛人家 只有兩年時間 因為他又不知你多少人去 他可能收夠醜就算了 所以 兩年時間都夠想 兩年時間都猶豫不決 別鬼去 你沒辦法掛人 當然 你說這個計劃 還有沒有漏網之餘呢 怎麼都會有 一定有 但是盡量做到盡善盡美 比如說現在這樣的時候 有些18歲以下的 或者是未畢業的 很難搞啊 或者可能我剛剛今年才入大學的 我最起碼都要四年之後才畢業 豈不是申請不到這個工作簽證 但是不需要灰心 現在加拿大公佈的是工作簽證 還有另外兩種途徑 包括過去讀書 另外那兩種途徑 會在今年的稍後時間才公佈 大家就要密切留意 還有機會 另外就是 美國的救生艇 未曾公佈 未曾過 在參議院那裏 那裏又有另外一些機會 美國的發展 更好 當然加拿大也好 除了說美國加拿大 澳洲方面都有 所以 還有很多方法 不是說 只是這個 一看到這個不行就很失望 不用失望 年輕人一定有份 我認為 當然如果你父或母都有BNO的時候 又可以通過BNO的5加1 你作為一個所謂Dependent的受養人 你就可以 跟隨父母過去 英國也可以 所以 條條帶路通羅馬是不要緊的 這個計劃未必涵蓋得到的人 可能會有其他的計劃涵蓋得到 不需要灰心 另外根據一些報導所說 就說加拿大政府 在上個星期 就放寬了有關於 所謂criminal record 就是犯罪記錄的安排 以往 只要是觸犯了暴動罪的話 加拿大政府一律就不接受這些人的難民申請 但是現在就會轉為 仔細地研究 到底這些申請人是什麼 原因而觸犯到這個暴動罪呢 相比起 往時 加拿大的部門 就會更仔細地調查 所有申請政治庇護人士的背景 另一方面 就算往時是被拒絕過的申請人 現在都可以再次申請 當然 這裏說的是 關於政治庇護的申請 跟工作簽證是兩回事 工作簽證就是鋪路移民 這個政治庇護就是在說做難民 但是如果是年輕的人 真的要認真想想 2023年2月7日之前就截止了 蘇州過後就沒有艇搭 這個是很划算的 三年時間用什麼來捱 對不對 尤其是年輕的人 你聽我說 斬著眼睛就一年了 你看看今天又年28 你這個武廢都纏繞了一年了 你說是不是斬著眼睛就一年了 很快過的 那些時間 三年用什麼 真是 認真去思考一下 是有益處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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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